《中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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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由中間會為您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習近平武漢考察 再強調動態清零被揭震實目的 李克強擔憂社會動盪 要防止發生衝擊道德底線的事 美國最高院大法官布萊耶週四退休 新戰略首度劍指中共應對來自中共的挑戰 港媒稱訪港首日習近平和彭麗媛各有活動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昨天在湖北武漢延調時稱 中國人口基數大 搞集體免疫躺平後果不堪設想 令可影響一些經濟,亦要堅持動態清零 清零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一直倡導 新華社刊物《半月談》6月21日發表評論稱 中國經濟正在非常關鍵時刻 但穩經濟根基不牢固 在某種程度上,穩經濟是比防疫更艱鉅的任務 必須保持充分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緊迫感 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形勢嚴峻 嚴酷的清零政策引發黨內不滿 政治局常委多數亦傾向恢復經濟 習近平只好讓名義上主管經濟的李克強出面救火 習近平在6月22日視像出席 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儀式時 也強調中國將採取更加有效舉措 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6月27日報告中提到 未來五年北京將堅持不懈 找緊常態化疫情防控 儘管未來五年的字眼在幾小時後被刪去 但敢暗示了政治局勢的微妙變化 顯示習近平的權力應該得到了鞏固 近期 習近平對軍隊槍桿子 文宣系統筆桿子的人事佈局完成後 隨著親信黃小紅接任中共公安部部長 進一步握緊刀把子 美國駐中國大使白恩斯6月16日以視像方式 出席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會議時表示 中國的清零將持續 他預測中國的清零政策將持續到2023年初 這是中共政府發出的信號 旅居是德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吳明恩估計 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 中共會將疫情管控滲透到社會的全方面 北京當局嚴格的清零防疫措施重創中國經濟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27日表示 受疫情和災情等影響 面臨困難的民眾增多 要防止發生衝擊道德底線的事 中共官惠新華社28日報道 李克強在27日到民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考察 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時 做出以上的表述 李克強在民政部座談會上說 受疫情、災情等影響 面臨困難的民眾增多 他要求民政部加強動態監測 及時發現失業人員和需納入低保的對象 臨時預困人員等 防止發生衝擊道德底線的事 李克強還說 要確保不發生規模性反頻 他表示 受疫情影響 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 穩就業任務依然繁重 要進一步增強緊迫感 繼續落實各項政策 盡快將失業率降下來 控制住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6月15日公佈的經濟指標數據 5月份單是失業率已經創2個新高 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9% 創至2018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16至24歲人口調查的失業率 也升至18.4% 也是紀錄上的新高 隨著7月份進入畢業高峰 預計將有創紀錄的1080萬大學畢業生 進入就業市場 疫情導致的經濟方緩 令這些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更加暗淡 中國失業率恐將持續上升 李克強在上個月底召開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 中國經濟危機比兩年前更嚴重 李克強透露國富已空 他對各級官員說 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災害 還有一筆總預備費 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 今年以來 李克強多次對中國嚴重的經濟下話提出警告 但中共宣布 6月28日舉行 中國這10年系列主題 新聞發布會上稱 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 現行標準下 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 宣布葬於星期四 6月30日中午卸任 這位由總統拜登提名的非裔女性大法官傑克遜宣誓就任鋪平了道路 據《大紀元》報道 今年1月 布雷耶 曾通知拜登總統 他計劃在本屆任期結束後退休 星期三 布雷耶在一封信中就此問題進行了更新 我的退休將於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中午生效 相關法規允許最高法院大法官終身任職 但如果他們達到一定的年齡 並且任職超過一定年限 就可以退休並繼續領取工資 二年83歲的布雷耶 已經遠遠超過了70歲的年齡界限 以及退休者所需的服務十年期限 因為他自1994年以來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職 布雷耶寫道 作為一位法官 能夠參與到 維護我們的憲法和法治的工作中 是我莫大的榮幸 布雷耶是獲得黑林頓總統的提名後 加入最高法院 並成為退休前任職時間第二場的大法官 僅次於1991年加入的托馬斯 Clarence Thomas大法官 由於布雷耶此前已經宣布 她將在任期結束時退休 令拜登總統可以提前提名一位大法官繼任者 拜登曾表示 一定會選擇一名非裔女性擔任該職務 並在最後提名了 華盛頓特區巡迷法院法官傑克遜 Katangi Brown Jackson 參議院在4月確認傑克遜的提名 一旦布雷耶正式退休 她將可以通過進行必要的憲法和司法宣誓 而宣誓就職 北約峰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 6月29日發布公佈 正式邀請瑞典和芬蘭加入 並修訂戰略概念 首度將應對中共挑戰加入指導方針 同時劍指中共和俄羅斯 法新社報導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顛覆歐洲安全版圖4個多月後 多國領導人在6月29日至30日 邪襲西班牙馬德里 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 斯托爾騰貝格所稱的 北約未來的歷史性和變革性峰會 共同討論新戰略概念 峰會主族除了俄烏戰爭之外 還包括如何應對來自中共的挑戰 中央社報導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29日通過視障 告知北約各國的領袖 烏克蘭需要現代武器 和更多金錢援助 來對抗俄羅斯入侵 我們需要破除俄國的火炮優勢 我們需要更多的現代系統 和現代火炮 柴蓮斯基表示 金錢援助的重要性不亞於武器援助 俄國每天仍然會收到數十億美元 並將這筆錢用於戰爭 我們有數十億美元的赤字 我們沒有石油和天然氣 來填補這個缺口 他補充說 烏克蘭每個月需要約50億美元 用於國防 路透社報導 北約峰會29日發布公佈 宣佈正式邀請芬蘭和瑞典 加入北約軍事聯盟 公佈表示 芬蘭和瑞典加入之後 將令它們更安全 北約更壯大 並讓歐洲大西洋地區更有保障 公佈並提到 北約也已經同意新的戰略概念 公佈形容俄羅斯 是盟邦安全最重要且直接的威脅 以此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北約和俄羅斯急速惡化的關係 北約承諾將進一步協助機副政府 並通過一項目的讓烏克蘭國防部門 現代化的援助方案 同時決定大幅強化自身阻嚇和防禦力 北約也在公佈中 修訂了戰略概念 首度加入中共對北約的利益 安全和價值觀構成挑戰 並稱中共試圖破壞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俄羅斯聲稱北約向東擴展 導致了俄烏戰爭 但反而促成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令北約真的擴大 同時讓與俄國結盟的北京震驚的是 俄烏戰爭竟然造成北約開始連結亞太 同時劍指中俄威脅 彭博寫引述美國官員的說話 北約這次峰會在蓋述它的新政策指導方針時 為中共貼上了系統性挑戰的標籤 該官員表示 將中共納入北約的最新戰略概念很重要 這也是為何日本、南韓、澳洲和新西蘭 首次受要參加北約峰會 臨近七一 有傳媒引述消息稱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將和夫人彭麗媛 在6月30日訪港 訪港首日 他們將乘坐高鐵即日往返香港和深圳兩地 而習近平和彭麗媛各有行程 香港親建制網媒香港01引述消息稱 獲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來香港出席回歸25週年活動 以及新政府就職典禮 夫人彭麗媛也會隨行 習近平夫婦6月30日訪港首日 兩人將巡高鐵即日往返港深兩地 當日下午 兩人將乘坐高鐵由深圳抵港 並於高鐵西九龍站逗留視察 隨後兩人各有行程安排 習近平將赴港島 彭麗媛則預計留守西九一帶 包括前往附近的西九龍站的戲曲中心參觀 並於傍晚出發前往港島 會合習近平 出席禮賓府特設晚宴 香港部分政界人士 29日星期三起 所入住灣仔君月酒店 和萬利海景酒店碑還隔離 中共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 獲邀出席30日下午4點 在灣仔會展舉行的合照和會見活動 暫時未知有什麼主要嘉賓 不少建制派人士表示 國家主席習近平屆會出席 習近平這次七一南下出席新班子就職典禮 有逼過往乘坐專機 選擇取道六路往返 據悉 兩人亦將巡高鐵即日來回 7月1日早上 再赴香港出席新班子就職典禮 為確保它的人身安全 警方將今次的保安級別定為最高 除了高鐵西九站要塞之外 也會原先搖拒護航和高度報防 包括沿途有人駐守和巡邏 確保萬無一失 警方在28日強調 將為習近平提供最高級別的防控近身保衛 並封鎖部分道路 凡領導人逗留、到訪和途徑地區 將劃為核心保安區 周邊則列為保安區 29日凌晨起 灣仔北一帶將大範圍封路 港鐵會展站則於30日凌晨起關閉 比習近平五年前訪港的封鎖更大 外傳習近平七一將向港人送大禮 有傳媒引述內地學者彭彭分析 指大陸當局剛在28日宣布 入境者的隔離時間縮減至7加3日 香港前往大陸同樣受益 他表示北京政府選擇七一前夕宣布放寬隔離政策 有為香港回歸25週年派大禮包的意味 這則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